第十四讲 特殊的连续型随机变量函数的分布问题 我们上一讲当中介绍了一般情形下随机变量函数的分布问题 也就是说知道X连续型密度已知 做了变换Y等于GX 求变换Y的概率密度 当这个变换我们说有特定条件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定理 说已知X的密度表达形式给了 定义在AB上 A可以负无穷 B也可以正无穷 可以有限可以无限 变换怎么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这个变换GX在AB上严格单调 或者说可以严格上升 也可以严格下降 并且假定反函数呢就有连续的导函数 我们反函数G做 HY其实就是G-EY 我们这时 Y等于GX依然连续型随机变量 它的概率密度 以后就可以直接通过这样一个表达式 直接给出 怎么给呢 我们来看一下 等于FXX的位置换成HY 再乘上HY导数的绝对值 Y的定义在哪呢 给了αβ 大家可以猜到了α等于级 α是什么 我们知道 一定是Y的定义就是GX的值域 GX变换的值域在哪 如果严格上升的话 那应该就是GA就是α GB就是β 如果严格下降呢 正好相反 所以我们说 α是GAGB的最小值 β是GAGB的最大值 那这个定理的证明 其实就是上一讲当中 我们解题思路 走一遍 最后就能得到这个结果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假定Y的分波函数 用这样一个符号表示 定义带来 我们把变换换进去 GX 如果X在AB上变化的时候 我们知道Y就在哪变了呢 在αβ上变 对吧 值域上 好 如果我们假定 GX这个变换是严格增加的函数 大家想象一下 这时候X能不能给表示出来落在哪一范围上啊 你是严格增加 满足GX小于等于Y的X在哪儿 当然是小于等于G负1Y了 所以我们说 X小于等于G负1Y 录在这上面了 G负1Y又是谁 就是HY 对吧 那好 X的密度已知 让你来表示出 X小于等于HY的概率 能不能表示 当然能 等于密度在这上面做积分 密度的低域在哪儿 AB上 所以我们说 可以从A G到HY 不是Y 理论上能记出来了 但是我们关心的是Y的密度 这依然是含变线的这样一个定积分 那我们Y的密度怎么做呀 那就是它的导数 对谁做导数呢 对小Y来做 利用含变线的这样一个定积分求导公式 我们就可以写成 上线带进去上线的导数 减去下线带进去下线的导数 因为下线是常数啊 导数为零 所以我们没有写 这是严格上升的时候 其实它恰巧 恰好也等于它导数的绝对值 那关于函数变换GX严格下降的情形 我们就不给证了 区别在哪儿啊 就是在这儿的时候 改写成什么 大于HY 那这儿呢 就改成一减去它 所以到这儿都是最后等于绝对值 最后的结论就是它 那么大家巩固一下 也就说 当一个函数变换满足 严格单调的时候 我们可以直接用定理 给出Y的密度答案 就非常之简变 大家回忆一下 我们上一讲当中的例一 那个变换很简单 Y等于X减4 是不是严格单调 当然是 那我们说就可以借助这个定理 直接写了 FXHY在那里等于谁 Y等于X减4 那就是FXY加4 乘Y加4导数的绝对值 1 就是它 Y在哪儿 负4到负3上 你看我们是不是可以直接写结论呢 非常简单 大家把这个定理啊 用在我们上一讲当中的例一当中 特别容易就求到了Y的密度 但是当变换不是严格单调的时候 我们这个定理就失效了 那还点用 那个我们之前讲的分布函数入手法 因此说那个方法是最有效的 也最一般化的 我们看这样一个例题 一般正开分布 做了一个变换Y等于EX 求Y的密度 那显然我们看到了 变换Y等于EX怎么的 严格增加 X的密度一般正态 我们给出来 反函数我们也有了 满足刚才讲过定理的条件吧 当然满足 那我们再看看 Y的密度的定域 Y的密度的定域在哪儿 也就是说αβ分别等于多少 EX EX横怎么的 大于零 所以定域在哪儿 在大于零上 所以我们说 Y在零到无穷上有定义 不为零取值 所以它的密度在大于零上有定义 等于什么 直接代入公式 代入定理当中 FXHY就是Long in Y 乘上Long in Y导数绝对值 我们代入去 答案就是它 所以得到它的密度 那么这个地方呢 我要有一个提醒大家 以后呢 再写任何随机变量 连续性的密度的时候 我们都喜欢把 不为零的范围写成开取节 为零的范围写成带等号的 为什么 我们说改变密度个别点的值 对分布函数概率都没有影响 但是可以避免很多麻烦 打个比方 这道题如果你写Y大一等于零等于他 我们看到显然在Y等于零这点怎么的 函数没有意义 没定义 所以我们避免这个麻烦 这是经验之谈了 这经验之谈 好 我们看了 说以后再拿来这样函数变换的题的时候 球操的分布题 球操分布的时候 我们提醒大家 先看变换是不是严格单调 如果严格单调的话 我们就可以直接想到定理 直接来完成 非常简单 当然用一般的分布函数入手法 可不可以做呀 可以 但如果不是严格单调的话 你只能用分布函数入手法了 一般情形的方法 这点要提醒大家 我们再看一下这道题 说X的正态分布 做一个变换 线性变换AX加B 让我们来证明 它也服从正态分布 显然这个变换依然严格单调 A大一零上升 A小一零下降 那好 我们把X的密度给出来 我们再看看变换的反函数 是A分之Y减B 导数呢 A分之一 好 带进定理 我们就得到谁 等于FX HY 乘HY导数的绝对值 A绝对值分之一 所以我们就有这样一个结论 把X的密度具体带进来 我们答案出来了 这样看呢 可能还看不出什么结果来 我们把它稍加整理 大家看一下 这个密度的表达形式 你认识了吧 它是谁呀 根号2π相当习个码 一负2习个码方 Y减μ平方 对不对 也就是新的μ 新的习个码 我们说 我们得到一个这样重要的结论 Y等于AX加B 依然正态 参数多少呢 Aμ加B 第二个参数呢 A方 洗一个码方 这个结论 这个结论要求大家记住 是正态分布良好性质的第一条 一句话 正态变量的线性变换依然正态 在这里提醒大家 在μ的位置上体现了B 在第二个位置 洗一个码方的位置 为什么B消失了 大家应该知道 AX加B 改变B 相当图形只是平移 对图形的陡峭程度没有影响 其实就是对后面的洗一个码方 没有影响 所以在后面这个参数这儿 大家看到了没有出现B 这样呢 我们就把第二章的内容 全部学习完了 那么今天呢 我们要求大家掌握的就是 求随机变量函数变换的分布的时候 如果是变换严格单调的情形 我们就有两种解法 一个是原来讲的分布函数入手法 第二就可以用今天讲的定理来完成 那么今天还证明了这样一个正态分布 良好性质 就是正态变量的先行变换 依然正态分布 这个结论大家一定要记收 那么从第三章开始呢 我们就由另外的老师来跟大家一起来学习了 好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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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